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加州这一次在中期选举中有七项公投案 到底要怎么来投票 那很多这个我们网站都已经出来了 这个上面的投票址呢 大家也都应该看了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就是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就是为啥要这么投 我觉得这个原因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通过理解这些原因 我们也能够更好的 我们知道原因了 我们才知道结果 然后你这些东西学完了之后 以后在所有的这些方面都可以用得上 会非常兼顾你保守的价值观 那我也相信呢 今天这一期节目 不光是说你对于在加州的朋友 你在美国不在美国 不管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只要你的国家有投票的机制 对你来讲都是有用的 这种法案公投 其实对公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是我们可以直接的影响 现在的政府在做的方向 还有我们未来生活的方式 对而且更好能锻炼思考能力吧 就是为啥到底要这么投 对我们这次很多时候这个大家就说 哎快拿来就好像抄作业一样 就来我看看你是怎么投的 我就照着你这样抄 那这个是实在到了最后 没有办法的办法才是这样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可以锻炼一些 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 这样就不用说着急的时候去靠别人 你自己有你自己独特的见解 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说 这一次这个加州期中选举有七项的法案要投票 我们就一个个来看下去了 那第一个提案呢 就是加州立法院提出来的 加州立法院呢 就是参议院跟众议院 共同提出来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的那个法案呢 就是参议院要有一份 然后众议院要有一份 两边都通过了之后 才会提出来的这边公投 哎这个大家口公民是有应该都有这个提 就立法院什么参议院跟众议院 提案一号说要干嘛呢 说要修改加州的宪法 让宪法里面明确的写上 加州宪法要保护堕胎 那中文版的这个选民资讯指南上面是这么写的 说修正加州宪法 以明确包括个人生育自由的基本权利 那其中呢就包括选择堕胎的基本权利 以及选择或者拒绝避孕用品的基本权利 这听着好像有点肉口 什么拒绝什么什么的 实际上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他们要修改加州的宪法 让宪法里面明明白白的写上 堕胎是受加州宪法保护的 然后使用避孕用品是宪法所保护的 那这个法案呢毫无疑问 腰头的就是no 杀人是基本权利吗 就是你的基本权利怎么会包括杀人 因为我们都知道堕胎就是杀人嘛 那如果要是宪法都能保护杀人的话 那监狱真的可以关门了我觉得 没错 而且说真的啦 为什么大家会对于美国的slavery 奴役制度这么的有意见 其实就是因为奴役制度 当初在写宪法的时候被写了进去 说黑奴是五分之三个人 以前每个国家都有奴役制度 但是后来被推翻了 所有的国家都被推翻了 只有美国这个奴役制度还是继续被炒作 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样子的不好的事情 写到了我们宪法里面 那加州如果把这样子的东西写到宪法里面的话 接下来可不可以杀人这个东西 将会是加州永远的污点 而且之后应该也很难推翻 因为上一次推翻奴役制度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如果你要是说杀人是被宪法所保护的 那你之后这个东西要怎么推翻 然后你之后再杀人 真的有人会要负责了吗 大概就没有这件事情了 对吧 那如果说就像他们说的 说我们这个是基本权利 就跟吃饭睡觉一样 那我们监狱根本就不用存在了 对 你什么偷窃你不用抓进去了 杀人都不算犯罪了 你到底要干嘛 那当然还有之前上个月 纽森签署了AB223号法案 这个是真的允许杀人了 如果你还在纠结说胎儿算不算人类的话 AB223已经真的允许杀人了 出生一个月的婴儿啊 死亡的是不可以有任何人去调查的 这个人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 说这人是怎么死的 是虐待死的 被肢解死的 不可以有人过问的 所以这就是明目张胆的杀人啊 而且他这个东西 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 他之后会带来的东西 这个法律是在说我们可以杀人 但是这不是在加州的宪法里面 我们随时可以有足够的立法委员进去的话 我们可以推翻这个东西 就像我们现在给大家说 你要投选区的谁谁谁谁谁 就我们州议院的人 把他们选进去了之后 这些共和党人 他会去推翻这样一个法律吗 对 那如果要修宪的话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而且过程要非常复杂 杀人合法堕胎 这个东西被写在宪法里面的话 那接下来要推翻这个东西的话 就会非常非常的繁杂 就基本上不是说你送几个立法委员进到这个加州州院 这么简单的事情 应该是非常繁复的这样一个过程 肯定要经过投票 又要干嘛干嘛 就是基本上推翻无望吧 所以千万不能让这个东西通过 还有一个就是说呢 这个东西涉及到一个钱的问题 加州现在不仅不制止堕胎 而且是大力鼓吹 然后鼓吹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州内的人不光可以这样堕胎 州长纽森他会用你的纳税金去帮全国各地的人来堕胎 因为他之前已经非常明确的做广告 做竞权广告 到处去说说我们加州欢迎堕胎 我们很包容 所以欢迎大家来 大家来我们加州给你干嘛呢 报销你的住宿费 报销你的车马费 你坐飞机这费用都报销 而且好像据说还是两个人 就是你还可以有个人陪同 那这样来了之后呢 堕胎也给你完全报销 就是你基本来一趟属于流产家旅游啊 这就是一分钱都不用出 那一分钱都不用出 这钱谁出呢 你出啊 但是其实我们大家交上去的税金 是干嘛用的呢 对吧 我们为什么会想心甘情愿的把钱交给政府 因为我们想说 你最起码用这些钱 你做一些好事 对不对 你建设建设我们的校区 你看这马路烂了 你修一修 对我们大家有益的事 但是他拿我们的钱 去给别人堕胎 就这件事情你同意吗 这就是让我们间接的 与这样留无辜人写的罪上有份呢 或许你会说 我是无辜的 里面有一份你的钱呢 对 这是我本来想搬离加州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想要使用我们的纳税金来堕胎 那现在我既然没有要搬离加州的话 这东西万一真的被写到宪法里面的话 真的 在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点 就是不光是说钱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从道德方面的问题 这一个宪法修正案 它自己本身 它就已经违反了宪法 你有没有去上网查过说 加州的宪法到底写的是什么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如果你看到那个一开始 你会觉得非常震惊 为什么 因为加州这么一个我们现在所谓的自由极端 然后很多精神病人掌管的州里面 我们在加州的宪法前沿的部分中 一开始就写到说什么 说我们加里福尼亚州的人民 感谢至高的上帝赐予我们的自由 为了保障并且延续神赐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制定了这一部宪法 这个前沿把整个加州存在的意义 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一个是我们要感谢至高上帝赐给我们的自由 第二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呢 我们为了保障神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祝福 我们为了要保障 为了要延续 不让任何人践踏神赐给我们每个人的权利 所以我们制定了这一部宪法 那紧接着前沿在下面 说的是什么 第一条的权力声明第一节 它这里就说 所有人天生自由独立 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就包括 享受和捍卫生命和自由 获得拥有和保护财产 追求和获得安全 幸福和隐私 非常非常的清楚的说明了 我们每个人享受什么权利 我们享受和捍卫生命 人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所有人 他没有说有年龄的限制 你多大 你今年是一个月 还是你八九十一百了 他没有所有限制 只要你是人 你所有人 所以这个是最直接的表达 就是所有人都拥有不可被剥夺的权利 那不可被剥夺权利 其中就包括什么呢 就是享受生命 跟捍卫生命的权利 所以你作为加州公民 你作为美国公民 你要不要去保护这些人的生命 那这些人 有没有理由活着 他当然有资格活着 因为是被加州宪法做保护的 所以作写 这个提案的立法者 根本就是法盲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所谓的 什么那个加州立法院的这些人 你不管他读过 多么高级的法律学校 他们基本上来讲都是法盲 他们就是知法犯法 你说他们真的不懂吗 他们懂 为啥那么干 有利益关系啊 他就假装他不懂了 他就跟你装啥 你别管他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宪法里面已经清清楚楚写了 生命是不可被拨得权利 他们照样就这样立法呀 就这样正大光明鼓吹犯罪呀 而且要立法推翻宪法的人 我们其实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 对 而且说真的啦 这个东西 接下来会延续的东西 像说 能不能安乐死 像加拿大这个样子 小孩几岁了之后 可不可以杀 你可不可以杀你的狗 你可不可以杀你什么 这是属于你的东西 是不是就可以消灭他们的生命 这些东西都可以从 这一条法案开始 因为人的生命都可以被去除的时候 那剩下所有的生命 都没有人的生命来宝贵 所以说 这条法案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所以你不要相信他们立完了这一个之后 他们就会停止在这里 不可能 你想想 回想当年 他们说要同婚的时候开启 自从同婚一开启 你看现在变成什么样呢 现在居然可以发展成 去你的学校 给你的小孩 把private part全部都切掉 就你的所有的生日系列 全部都切掉 家长没有权力管 到最后让小孩自己跳楼死掉 这些事情现在都在发生 所以他已经远远超出了 说他们当时说的 我们只是要 两个相爱的同性的人结婚 爱部分性别 我们只想要结婚 只想要被承认而已 已经太远了吧 超出这个距离 所以你想想 他们不会只是停止在这里 所以杀人流血的这种东西 不可以被写进宪法 而且你也不应该要支持 任何一个活着的人 只要你是认为生命是宝贵的 你都不应该要支持 那也有朋友说 你们可不可以从圣经的角度 去讲一讲这些法案 那我要从圣经角度来讲 其实更简单了 对吧 因为圣经中对于生命权来讲 非常非常多的经文 都涉及到这些 那对于基督徒来说 这堕胎这个议题 我觉得在基督徒群体里面 根本就不应该成为一个 争论的一个议题 因为圣经的教导太明显 而且对于基督徒来讲 堕胎这个东西 也不应该是一个什么 所谓的女权主义的一个选择 跟这些全部都没有关系 而是说这个人 一个和你一样啊 照着主的荣耀形象造的人 生与死的问题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很多很多圣经的经文里面 都有提到 生命的宝贵还有神圣性 以及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生命 都有极其美好的应许和命定 就像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啊 一讲到堕胎 我们大家都会说到说 耶利米书一章五节 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 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哇这位分真大啊 虽然当时是跟耶利米书的 但神对我们每个人 都极其荣耀的命令了 那除了这节经文之外呢 在诗篇里面也有类似的 宋赞神创造生命的经文 诗篇139篇13到16节 说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复辟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 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 我的形体 不像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 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神的创造 美好啊 对啊 就是你是基督徒的话 你就是不可以支持堕胎 你只要是支持堕胎的基督徒 你就不是基督徒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而且神在这里跟我们讲说 不要装傻 很多人明知道这是生命 但是会去装傻 就说这是女性的权利啊 怎么怎么样 你们怎么这么不尽人情啊 神在这里跟我们讲啊 真言二十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这里面说 说人被拉到死地 你要解救 人将被杀 你需拦阻 你若说 这事我未曾知道 那衡量人心的 岂不明白吗 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 他岂不按照个人所行的 报应个人吗 所以你说 他人是生命 我们不知道吗 所有那些去抗议的人 他们不知道吗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人将被杀 我们需不需要拦阻 我们需要拦阻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说 有很多基督徒啊 这些群体 去到Plan Parenthood 就是那些堕胎组织 去到门口啊 就在这里跟那些怀孕的妇女喊的 说你不要进去 有很多方法我们可以帮助你 对 那神在这里面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说 他知道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公义 做出这些正确的选择 那他最后就是会 按照我们个人所行的 抱怨个人 无辜人的血 不能再留 最起码你作为基督徒 你不应该做出这样的选择 或者你不是基督徒 你生活在这个地的百姓 你也不应该做出这样的选择 你不应该支持杀人 就算是你是左派 你一天当然说不支持暴力 不支持什么的话 杀人就是最可怕的暴力 你就算是左派 你也不应该支持这样的东西 你就算是自由派 你也不应该支持杀人 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说是 我是自由的可以杀人的 自由跟生命 唯一冲突的时候 就是你可不可以杀人的时候 所以说这样的理念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在这边呼吁所有的人 请你出去 你有义务要来阻拦这些事情 你有义务要去跟那些 想要堕胎的孕妇 或者是未婚妈妈跟她说 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帮助你 你不需要选择去杀人 你不需要承担这个罪 你可以当一个好的妈妈 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去阻拦 这些邪恶的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投 No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两个提案 这两个提案其实可以连起来讲了 就是提案26跟提案27 这两个呢都是关于赌博的 我们就先来讲一下26号的提案 这26号提案到底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加州 就关于赌博这件事 到底是怎么弄的呢 就是说其实加州的赌博 并不是所有的都完全开放 就是不是说你赌什么都可以 有一些限制 现在加州的法律就禁止体育博彩 还有轮盘赌博 还有骰子的这种赌博 都是禁止的 那26号这个提案是干嘛呢 就是要推翻所有对于赌博的限制了 就是要推翻这些法律 说让所有的赌博 在加州都要完全的开放 那他们最关注的就是这个体育博彩 26跟27都是要投怒 那原因就是呢 其实他们这么大力的支持说 一定要开放各种的赌博 其实这些支持的行业是什么 就是现在开赌场的那些人 那他们呢是想要实现一个行业中的垄断 或者说把他们行业扩展的更大 就是像类似于推出更多产品一样 给更多爱赌博的人去选择 那可能他们一开这个体育博彩 会引来更多新的人进来去做这个东西 那当然这个问题就会很直接的导致更多什么赌博成瘾之类的问题啊 因为赌博类型多了 那你吸引的人就多了 或许很多人还正等着说 嘿你说加州没有体育博彩 我就是想要天天体育博彩 怎么就没有呢 搞不好一开 正好就对他口味了 开一个赌场带过来的东西 通常都不是很好的 通常卖淫啊 然后暴力啊 帮派啊 各方面都会在这个里面 所以说开了一个赌场之后 他会带来更多的 就是附加产品 而且他的附加产品全都是负面的 色情暴力 就你不可能说一个赌场开完了之后 嘿旁边给你开一顶级学校 就是这事跟他永远都扯不上边 对而且他带过来的东西 真的完全都是100%负面的 因为赌场并不像是一般的产业一样 说什么哦 我为了要更多的客人 所以说我的会降价 然后我会有提供更好的服务 或是什么样子 就你跟超市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对赌场你开了之后 你就是说哦 那我就要找更多的人过来脱衣服 让你有更多的这个色情行业的这个 我就是要跟他们的 competitive的东西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所以说只要是关于赌博的东西 你就是应该要投了 而且这个提案啊 你会看到说提出来的都是那些 非常有钱的大赌场 他们联合提出的 那这些大赌场曾经在 新冠肺炎 就是整个洛杉矶还有加州 全都被封锁的时候 他们得到了极其优渥的待遇 就是在所有人都被锁在家里的时候 他们干嘛呢 他们可以开放 所有的教堂被关门的时候啊 我们都在家里举行什么 线上敬拜的时候啊 他们算是那种就是必要的企业 他们一直在开门呢 请问赌场有什么必要 那拖衣五天也继续开门 对所以就是说这些地方 你如果要是按照加州政府说的来说 说哎呀这个人挤在一起啊 这个是不是空气传染啊 这个会传染新冠病毒 那为啥赌场里就没新冠病毒了 教堂里就新冠病毒 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 争取到开门营业的机会 谁让他们开门呢 他们跟谁有金钱往来的利益的关系 为啥会让这帮人开门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想想这个东西一定要投闹啊 另外一个也是关于赌博的提案 就是27号提案 是要将线上的体育博彩合法化 那体育博彩说的不一样 刚才那是现场的 这个是线上的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你手机上啊 电脑上啊 iPad啊 反正就是这种网络的赌博合法化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 你会增加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赌博的风险 对不对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查 说实话 对 很多他们说 我们要加强我们的网络的监管 你没有办法监管 你怎么监管 大不了让你输个ID 我输过我爸的 我输过我妈的 谁的你都背得下来 你随便找人要个ID 这没有办法监管 而且呢 这个基本上这个来讲 也是会扩大贪腐这样一个情况 为什么 因为提案里面其中有一条说 说你必须要在这个联邦认可的 印第安的赌场 跟他们呢 必须要签订合同 而且这个签订合同的企业是什么呢 是必须要符合资格的企业 才能跟他们签订合同 然后你们才可以提供这一类的赌博 这里面有太多贪污腐败的机会 就是联邦到底认证什么样的赌场 算是联邦合规的赌场 对不对 那政府凭借什么东西认定说 你这个企业是符合我们资格要求的企业 这项规定的基本上就是一个腐烂的大美营 而且还扩大了政府的权力 为啥呢 因为这里说 如果这个要是通过的话 会征收一些这个经营的许可费 而且还会向这种体育博彩征收10%的税 这可不是一笔小钱 这个钱是非常巨大的 那收上来这些巨额的资金 要干啥呢 要给这些监管部门呢 政府就会成立一个这样的部门 起个名叫什么网络博彩监管部之类的 那钱呢就会进到这个部门里头 进完部门 剩下来的钱呢 干嘛 85%拿给什么无家可归计划 剩下15%呢 给那些没有参与网络博彩的其他的赌场 这都什么事啊 你说说 对 而且说真的啊 你线上赌博 你第一个 你根本就查不到 你就像中国大陆要翻墙过来 看个YouTube影片就知道了 你弄个VPN 你现在你要在哪里赌博的东西 然后赢的钱直接到你的账号里 输的钱直接从你账号里出去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管 这个东西 我看到的东西就是 它只是要为了要成立那个委员会 只要政府只要成立任何委员会 或者是一个部门 它就是一定会不断的扩大 然后不断的骗钱 然后呢 你就是无缘无故 你要做什么的时候 你都要交那个钱在里面 所以刚刚26号 它是要肥赌场 27号就是要肥政府 所以这个东西 我是完全不能同意的 所以呢 26 27都是投No 好 那接下来这个提案啊 这个提案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提案 因为在官方上面 没有人对这个提案给出任何的反对意见 这个提案呢 就是28号提案 说让公立学校提供艺术和音乐教育 那在加州这个官方提供的资料上面呢 这条提案的描述是这样说的 说艺术和音乐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能够帮助学生在学校和日后生活中 学习发展以及取得成就 接受艺术音乐教育后 学生可以提高数学 阅读和其他科目的成绩 学习创意性与批判性思考 提高出勤率 自信和心理健康 我不知道大家听出来 就是他刚才这里边写啥呢 说你学了艺术还有音乐之后 会帮助你提高数学和阅读的成绩 我想想 我想请问就是说 他这个到底是怎么达到的 你学数学你才能提高数学成绩 你学音乐你怎么能提高数学成绩呢 你为什么开始学艺术 那咋怎么说呢 要是说到这 我就得大言不惭了 我天生就吃这碗饭的 是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吗 因为我就是数学学不好 然后阅读读不好 所以说我就选艺术 哎呦你这么谦卑啊 所以我现在就想问的呢 就是现在在学校里面上课的孩子 他们真的缺的是音乐和艺术的教育吗 数学你学好了吗 阅读你学好了吗 最基本的东西全部都没教好 然后你现在在这边说什么音乐跟艺术 特别是加州 对 就是加州净了整的没有用的事 音乐跟艺术 不可能帮助到你的数学跟阅读 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基本的常理 你要数学好 你就要好好去学数学 你要阅读好 你就要大量的阅读 而且大量的做题 这就是你提升成绩的方式 不是说我数学学不好 我去弹两个曲子 我回来夸 哎妈呀 数学一下上去了 梦里啊 都不会有这样的情节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对这个公立学校 你们还有什么信心吗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家长 包括在加州的人 对公立学校没有任何的诉求 数学你就好好教 阅读你就好好教 该学啥你就学啥 你别跟我教那些没有用的 什么男的不是男的 女的不是女的 他们在数学课里头 他们都能混进去说你男不男女不女的这件事 你觉得他们教了艺术之后会变成什么样 而且我必须说 就是以前的艺术 你教艺术的时候 像我在读服装设计的时候 我会有写什么艺术历史 我会就要去看哪些画 然后什么样不同的手法 然后什么样的东西来去创造出来 什么样的画叫做美的 但是现在他们要教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现代艺术 那现代艺术就是那种什么 一个黑色的正方形 你挂在墙上 然后说这个是跟犹太人那时候 纳粹的时候什么东西有关的 代表什么空洞黑暗 你要可以从那里边看的都是 你要想象出来这东西 现在教的艺术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的艺术 还有那种行为艺术 什么拿一根香蕉 完了贴胶布贴在墙上 对对对对 那现在还有什么 现在的艺术基本上就是一个 冲击的一个感觉 像说他们弄一个黄金的马桶 然后把它取名字叫做America 这就叫做艺术 然后一个法国的女警 在地上尿尿的一个雕像 这叫做艺术 所以他们的艺术 是拿来冲击这个社会 还有支持他们的意识形态的 所以我绝对不会支持 这个样子的东西 继续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不会让我的小孩去上公立学校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 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人 他们没有自己去home school的 就会从那个样子教育里出来 对因为其实说实话 现在在我们社会里面看来的话 能够负担得起孩子 去私立学校的不多 然后能够真正实行 家庭教育的也不多 其实大部分人还是持续的 把小孩送到公立教育里面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想要让公立教育 他们更多一条路去污染你的小孩 还是说你认为现在已经够糟糕了 我们要往回搬一搬 你到底想怎么样 如果你要是觉得说 现在还不够烂 我希望我的小孩更左一点 那你就投yes 如果你要是说 现在已经够烂了 不行往回搬一搬 我就是让我孩子 把最基本的先学好 数学你先给我整明白 阅读你先给我整明白 那这样的话 你就是要投no 而且这个法案里面还说啥呢 说我们增加了音乐 还有艺术之后 能增加学生的出勤率 这话都能说得出来 你一个学校 没有人愿意来上课 你非得开个音乐课跟艺术课 你才能吸引孩子来上学 这不就证明你们学校教育 是极其失败的吗 没错 你们师资跟教学方式 是极其枯燥的 所以这个是学校 要去反思的地方 而且音乐不一定 就是可以提升出出息率 对吧 这个是学校 要去反思的地方 是不是 你当老师 你干啥的 你得把课上好 你得让孩子能够听明白 题目讲明白 重新讲 能让孩子爱听 你激起他学习的那个兴奋 而不是说 哎呀你不爱听拉倒 那咱们就开个音乐课吧 以上来说 基本上这个法案 就是通过创造更多的机会 让左派来洗脑小孩 因为在艺术行列里面 我们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 全部都是极左的人 混迹生活的地方 他找不到工作 这帮人就是去公立学校 去应聘 然后去教你小孩的 变性人 同性面集结的大本营 所以很多做艺术的人 他们对艺术的方面 这个概念都有极神极神的误解 有什么裸体啊 就是艺术了 穿个背心裤衩 那就不是艺术了 所以他们现在这个艺术 完全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 是完全诋毁文化 而不是 这个展现美呀 展现什么艺术角度 完全都不是那些东西了 没有底线 没有任何的底线 那搞不好 你到时候开个画画课 他们就给你请一个什么 做过手术的变性人 来这做裸体模特 让人家小孩画 这是极其有可能的事情 或者说什么 我们今天也要学会 拿什么模特的同理心 所以说你就脱光 然后上去给全班同学画 这种事情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然后年轻人可能会在里面 Just don't do it 对我跟你讲 就是这个实在一想 你都不知道能想出多少直线 实在是破坏大脑的一种行为 所以大家不要想了 这个赶快逗逗吧 好 还有下一个提案 其实跟你妈有点关系 29号提案 这个提案其实已经不仅一次出现在选票上面了 在2020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被提出来 但是你可以看到左派这个坚持不懈的精神 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当时就已经很高票就反对了 这回又来 我呢2020年 我还曾经做了一集节目 还讲过这个 但是这一次就居然又出现了 那这个法案说什么呢 就是洗肾中心 你妈妈就在洗肾中心工作嘛 对不对 工作很多年 那他们这个法案是说什么呢 说我们现在洗肾中心 不行啊 我们必须要增加人手 增加的人手是什么呢 是必须要有六个月相关经验的医生 或者是职业护理师 或者是医生助理 要聘请这样的人在现场 如果这些人呢 不在现场 也可以啊 可以在线上 或者是什么 打个电话中 提供远距离医疗 这个呢 没有什么疑问 要投弄了 我知道在行业内 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不能投业什么 对不对 而且其实说真的 每一个病人 每一个洗肾病人 他本来就有自己的医生 对 然后要原本那个医生来同意 然后才可以去做任何东西 你要上机器 也要那个医生同意 要下机器 要那个医生同意 然后护士在那个地方的职责 就是把这些数据 讲给那些医生定 所以说已经有一个 远端操控的一个东西了 他只是在这个地方 又要再加一个东西 在里面 就是再加个人 然后这个人必须在那 他就是啥事没有在那待着 你也必须得给他开工资 其实说白了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所以真的就是 完全没有任何的必要 而且在洗肾中心里面的工作人员 人家都是经过特别训练的 OK 就像你妈 你妈跟我肯定不一样 你说人洗肾中心 没事能聘我去吗 让我给客人做洗肾 那能吗 那你妈都做多少年 对不对 他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这种 护士还有技术人员来进行的 所以基本上增加一个什么支出 没有任何的实际用途 而且洗肾 有的时候病人不知道 自己要什么东西 有的时候病人只是说 我等一下要去拍照 所以说呢 你帮我多洗一点 然后你把我里面的水分 抽走一点 然后让我水肿变小一点 然后他里面很多营养就被抽掉了 然后血液会不足 但是看起来就稍微瘦了一点 还是怎么样 所以说这样东西有时候是很危险的 那医生还有护士 有的时候是没办法去做这个样子的决定了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病人要求说什么什么 那我们与其是说 我们要让这样子的东西来去避免 让更多的权力在现在这些洗肾的医生 还有护士上面 让他们可以拒绝这个样子的要求 对 而不是说这些人可以说 你要听我的 你要怎样 他把这个当成一个减肥中心一样 然后之后他死了 对不对 然后他的家人告医院 各方面的 这是一个非常浪费钱 又浪费时间 而且又非常愚蠢的一个方式 没有办法帮助到任何的病人 没有办法帮助到医院 只会让更多找不到工作 然后或者是不想工作的医生 没事在那个地方可以接case 我觉得美国最愚蠢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是干嘛的 就是你说 哦 我有病 我能不能直接去医院 不行 我要跟家庭医生约 然后家庭医生帮我跟专科的医生约 对 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 而且延长很多时间 对 对 因为在中国跟台湾的医疗体系都不是这样 对 就是你要是有病 你就直接去医院啊 直接去医院 你就去了挂号 你说我是怎么怎么了 直接就给你安排到专科医生那里去给你看嘛 有什么问题就看什么问题 但这边就不只要拖你多久的时间 而且拖你 你还要开车去 还要先预约 然后怎么怎么样 有可能你发现 哦 这个家庭医生还不好 然后你还要再转 然后又什么HMO 又什么PPO 搞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东西 所以这一个提案 29号提案 关于这个洗身中心 我们要写的是 No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30号提案 那这个30号提案呢 就是一个明摆着就写了 就是一个增税的提案 但很多人就觉得说 跟我没关系啊 你知道我之前还在群里看到说 没关系 反正我年收入不到200万 增别人的税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想写yes 我也可以写yes 好 所以这个 对这个提案呢 就是对于那种高收入 是要对于那种 个人或者家庭 收入超过200万的人 增税1.75% 那么他这个增税的理由是干嘛呢 钱收了要做什么 他们收上来这个税金的用途 第一个用途是说 45%要用作 比如说你买电车了 我不是要给你奖励吗 对吧 这个钱拿去给这个人做奖励 还有35%用于建造这个电车的充电桩 那个充电站 那第二点呢 就是有20%来用于预防 还有铺灭野火 听完都乐了是吧 好 那这个其实一说到加税呢 我们肯定要说就是no 你别管说加200万加20万 你别管是谁 加税一定就是no 因为你知道啥 首先没有任何必要去增加任何人的税金 加州去年啊 个人所得税收了多少钱 1300亿 哦 OK 然后他们全部赔光了 全部赔光啊 钱一点都不少 1300个亿 你要知道加州是整个世界第六大经济体 比多少国家都有钱 对不对 光个人所得税啊 就收1300亿 钱不少 对不对 都没用到正地方 加州根本就不是缺钱的问题 而是上面那些人怎么花钱的问题 是 再一个加州电网根本就已经受不了了 就刚过去这个夏天 还通知呢 有一些地区要轮流停电 热的受不了了 那个什么 告诉你几点不要洗衣服 几点不要怎么怎么样 就这样了 你还告诉大家买电车呢 你上哪充电呢 对不对 而且停电呢 都不会是洛杉矶啊 旧金山这些大城市 已经都是什么比较偏远的地区 farmland之类的东西 他们停电停水之类的 对所以就说你这个停电 你不是影响到那些有钱的人呢 像什么Gavin Newton 人家住的山宅大院的 什么停电停水 这些事永远跟他都一点关系都没有 曾经有个候选人嘛 他跟我们说过 说有民主党人来找他谈 说找他啥呢 让他合作 说那个因为接下来呢 这个加州政府就要大力的推广电车了 他们都能从里头大捞一笔 所以你们就会看出来 这个根本就是一个他们的agenda 根本就不是说什么绿色能源 所以就以后看到绿色能源 这种所有的东西就是no 就是不要去投 那还有野火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山火很严重 这民主党好意思说吗 很多山火怎么造成呢 他们从监狱里头放出来那些人 精神都不正常 人家故意的跑到那山上去点火去了 你拿多少钱你能让这人不要点火 所以说所有政府的解决方式 就是一直丢钱出去 一直丢钱 然后都是你的钱 只要你把你的钱给他 然后他丢出去了之后呢 那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流浪汉丢了多少钱 越来越多 你山火 你别管他用什么理由问你要钱 你钱要走了就是不带了 任何问题都得不到任何的解决 Gavin Newsom很多政策 他停了很多伐木业 就是加州这边的伐木业 然后说禁止 Tactical Burning 他会故意烧一条横钩出来 所以说等到 如果真的这边起火的话 这个火没办法蔓延到另外一个地区 就是各方面的 他全部都禁止了 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把我们之前就拿来灭火的方式 或者是控制火场的方式来去执行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大的野火 然后他觉得说我们只要再丢更多的钱进去就好了 丢钱不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 对 好 所以这个毫无疑问 投No 好 那接下来这个我们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提案 就是此次投票争议最大的提案 就是提案31号 那这个提案为什么争议最大呢 这个提案讲的是说 调味的烟草制品 到底可不可以继续售卖 如果你要是在这个提案的投Yes 同意的话 那你的意思就是禁止零售那些添加味道的烟草制品 那其中呢包括但是不限于香烟 电子烟 口嚼烟草和鼻烟 还有烟草增味剂 但是呢 他这个里面不禁止某一些高档的手工雪茄 散烟的烟草等等的 还有这个水烟 就是有一些水烟店里面抽水烟 这个东西他是不禁止 那如果呢 你要是在你的选票上面 投Yes 那就是代表不允许 继续卖这些调味的香烟 电子烟 口嚼烟草和鼻烟 那投No的话 就是代表 可以跟我们现在 还有过去一样 都可以继续正常的售卖 那这个提案有争议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主要是争议在他这个调味啊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市面上的香烟嘛 有水果味的啊 有不合味的啊 等等等等各种啊 那争议的点就是说 这些添加水果味的调味烟 是吸引未成年人的一种方式 所以要禁止销售 那目的呢 就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让孩子不要去吸这一种烟 那在这里呢 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No 很多人觉得说要投烟 有一个人就是特别来问我 然后问了好像三天吧 为什么要投No啊 投Yes不是很好吗 什么什么什么 你要是孩子继续抽烟吗 对好 那其实讲到这儿呢 就发现这个大家非常非常的单纯 就是你要知道 所有出的这些法案 你不要听它名字好听 这个法案告诉你说 只要我们禁止贩卖了 孩子就不会抽烟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告诉你 我们给出的答案是No 我们会让他像现在一样 继续的正常售卖 为什么呢 大家会说你支持未成年人吸烟吗 你选No 你不就是要继续毒害我们的孩子吗 对不对 那在这里告诉大家 我们完全不支持未成年人吸烟 而且我们不支持任何人吸烟 这个法案选择No的原因就是 你没有办法禁止未成年人吸烟 对 你哪怕投了Yes 这个法案哪怕通过了 你也不可能起到任何保护孩子的作用 而且还会带来非常糟糕的额外的副作用 那既然大家如果要是说 投Yes的出发点是保护孩子 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说 这个法案到底能不能保护孩子 这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一个想法 要大家要知道 我们现在的法律本来就规定 多少岁以下的人是不能抽烟的 大声回答我 21岁以下的人是不能抽烟的 那所以这个法案就算通过 它到底在禁止什么 它是说不要让未成年人抽烟吗 现在所有抽烟的未成年人全部都犯法了 对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所以这个法案到最后如果不让卖了 那它禁止的是什么 它禁止的是21岁以上的人 不可以抽这种烟 那如果你要是说 这个烟嘛你看它做的它就是有味道 它就做一些苹果味的 这个水蜜桃味的 它做那个薄荷味的 它就是这个有这个好吃的味道 它就是吸引小孩去呀 那我问问你 超市里面卖的果酒 你要不要进吗 你现在随便走到超市里面吧 韩国的米酒甜甜的 对不对 各种女士喝的酒 你不管是real也好 或者什么 有蓝的黄的粉的 什么颜色都有 那个韩国的那种烧酒 是不是葡萄味的草莓味的 太多了吧 各种各样的产品 那超市里卖这样的果酒 是不是要吸引你的孩子 是不是要吸引你的孩子 酗酒 对 好啊那再来 我们现在再讨论 现在非常实际的问题 大麻 芬太尼 各种比烟草更加毒害 甚至危及生命的东西 小孩都有可能去碰啊 为什么没有人要去立法禁止这些东西 芬太尼 现在做成各种彩虹样子的 彩虹糖的颜色的那种东西啊 两毫克就能死人呢 过去一个月以来 洛杉矶至少有七名青少年 服用了这样的东西 然后有死的 有送到医院的 那芬太尼本来就是法律禁止销售的嘛 而且这个东西这么不好买 这孩子都从哪弄来的 你问我从哪买芬太尼 我怎么知道 对 我告诉你啊 孩子知道 上高中的孩子都知道 为什么没有人立法保护区这个东西 大麻为什么可以合法 你超过21岁啊 不管你有没有去过啊 你只要拿着你的这个身份证 你走到店里面 你直接就可以去买了 而且大麻呢不光是有那个烟卷的样子 很多很多的副产品 大麻柠檬水 长得就跟饮料一模一样 大麻巧克力 所有这些零食的衍生品应有尽有 吃完之后都跟抽完的那个 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这些东西 孩子会不会吃 你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他会不会吃 这些东西的后果 是不是比抽烟要严重 政府有没有说要禁止 所以说不管是芬太尼还是大麻 接触了之后的后果 都比吸烟要严重的多 但是他们不去禁 他们反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且说真的 就是像大麻类的产品 他们还鼓励 然后还开一个吸毒所 然后在学校的旁边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他们现在要去禁这个什么电子烟 说真的政府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 在乎你的小孩吸烟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吸大麻或什么 他们甚至希望你的小孩死 最好是他们还没出生之前 你就可以杀死他 那已经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在那边取一个东西 说什么 我要保护你的小孩 我要为了我们的孩子 东西只要变得非法了之后 小孩 然后用非法的途径 去取得的方式就更多 大人反而不知道 你如果东西是有管制的 自由市场 然后你在那个商店里面 每一个都要check ID 每一个你去卖的时候 他都会check ID 你要买什么东西 OK好 你要买香烟 对对对 他们会去禁止小孩去买这些东西 但是小孩有没有办法 从其他的渠道去买 一定有 叫他的成年的同学 或是怎么样的 这很简单 你所有看现在未成年的吸烟的人 他们东西都从哪来 未成年的吸烟的 抽大麻的吸毒的 他们从哪来 对 等于说就是你进了这个之后 这样子的东西还是会在市场继续留 这只是一个重新管制市场的一个机制而已 然后这是政府想要从里面捞一笔而已 然后跟你的小孩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且这个法案是不会有任何的作用 除了浪费一堆钱而已 所以呢立法根本就不能阻止人犯法 对 你们不去好好管自己的孩子 不去谴责现在已经犯法的没到年龄就开始抽烟的人 反而要求政府立法 然后这么愚蠢的法律也要去支持 而且调味烟草 你要知道 在成人的市场中 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我认识很多抽烟的人 他们都是喜欢抽有味道的烟 那你说这个东西被政府禁掉了怎么样 就是大量的走私 合法就是变非法 所以呢 你如果真的说 我不想要我的小孩吸烟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在于立法 而是在于教育 OK 在这个世界上面 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事 都可以吸引小孩 不光是有味道的香烟 比如我们说过的 像芬太尼的糖果 被做成零食的大麻 喝起来像果汁的酒 长得漂亮的女孩 色情网站 网络游戏 堕胎变性 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都会去吸引小孩 那现在学校里面 孩子经历的这一切 也不止只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以为他们学校 真的就是在学习 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哪里去买毒品 你问高中的男生 他们一定知道 因为你就是在学校里面 你就会知道说 谁谁谁 有这方面的资源 我只要去找他 我只要有钱 我就一定可以得到这些东西 学校里面非常复杂 甚至很多事情 比社会上的东西 更加阴暗更加复杂 但是这些事情都不是 能够通过立法去解决的 你如果要是想要孩子 走在正路上面 不要有任何的不良嗜好 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教育 如果你家长自己都抽烟 然后你还告诉孩子说 你不可以抽烟呢 那你觉得小孩怎么想 抽烟不好 那爸妈妈为什么一直抽呢 那你一直抽就代表抽烟很好嘛 对不对 抽烟是大人的特权 那我抽那就证明我也是大人了 所以我们的目标 都是希望孩子不要抽烟 但是经过刚才的解释 希望大家已经明白了 抽不抽烟 跟立不立法一点关系也没有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 让小孩从小就不要沾染这些 不良的嗜好呢 那有以下的几点是我们可以做到 第一点 家长以身作则 如果你自己都是一个抽烟抽大麻的人 那你要怎么去教育你的小孩 让他们不要去碰这些东西 因为这对他们来讲 抽烟根本就不是一个大不了的事 而且是一个放松的事情 你要让他知道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我们的形象是按照神的荣耀样式造的 我们的身份是神国的王子和王女 神给了我们美好的荣耀的形象 他创造我们健康的身体 让我们可以有生命气息在地上存活 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 去糟蹋神给我们这样荣耀的身体 反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早睡早洗 好好吃饭 多运动 到点就睡觉 来保护我们的身体 好 我们才能够做更多神国的事情 我们才能更加从各方面去荣耀神 才能够走更远的路 试想一下 如果当年耶稣宣教的时候 一边抽烟一边宣教 你觉得听他福音的人能有多少 哪怕他讲的真的是 最纯正的神国的真理 还有奥秘 但是他以这种形象出现的话 你觉得有多少人 真的想要去模仿主耶稣的样式呢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问题 都是教育方面的问题 而不是立法的问题 世界上有太多的坏事都可以去做 不仅仅只有抽烟一样 你有没有用你圣经的价值观 有没有用你活出神的荣耀的样式 活出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的样式 去养育你的孩子 让他能够耳辱目染 让他能够去学习 小孩是否会去抽烟 是否会去抽大麻 是否会酗酒 是否会随便跟别人发生性关系 等等这些事情都在于你的教育 而且家长要负担起百分之百的责任 不要推卸责任说这些东西都是因为立法不完全 全都怪到别人的头上 上面立法照样有人违反立法 现在抽烟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他就已经违法了 但是他们在意吗 没有人在意 所以法律并不能约束道德 而且法律也不应该成为道德的准生 更不应该成为基督徒生活的标准 我们生活有更高的标准 那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 或许我们活着的一生还会不断的犯错 但是犯错之后我们的处理方式 应该是如何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如何承担起自己做家长的责任 承担起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 不管你今天收看节目 就我们一开始讲的 说你是在美国呀 还是在台湾 或者你在全球各地的一些朋友 我希望今天的节目是对你有益的 因为在你的国家 你也会投票嘛 如果你的国家要是有投票 这件事存在的话 所以不管在哪里 基督徒投票 要用圣经的价值观去投票 基督徒生活 要用圣经的价值观去生活 基督徒教养孩子 要用圣经的话语去教养孩子 而且要了解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要明白这些法案背后的真实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不要被欺骗 所以这次其中选举 鼓励你用你手中的选票 为神来发声 在你的国家里面 选举里面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节目 我觉得你好棒啊 你今天这期怎么讲这么棒啊 是吗 对啊 大家请你帮忙拍拍手 谢谢 如果看到最后的话 好那谢谢啊 如果要是还有我的朋友 如果你认识的对最后一个法案 感觉比较存在争议 31的话 欢迎你把这个转传给他看 让他们明白 因为我们真的不是说一定要抄作业 我们真的明白 运转的机制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投票 什么受制鱼不如受制鱼啊 吃人的鱼不如自己会打鱼啊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好加油 继续为这个其中选举啊 进食祷告没有几天的 对 加油我们继续祷告啊 然后我们继续能够做更多 神国里面翻转的工作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天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